那这个临时这个插播的这个第二个消息呢 是来源于中午的时候 朱威教授给我发了一个信息啊 他说有了重大的科研发现啊 科研的进展 不应该是发现或者进展 那么有请我们的朱威教授呢 给观众朋友们做一个介绍 您请 对他这个因为现在全球这个新冠感染 突破了这个370万 目前来讲呢 荷兰和以色列呢 就是这两个国家 独立完成两项这个研究 同时几乎同时宣布啊 在治疗新冠方面取得这个重大突破 这个两个研究院呢 均声称呢 就是已经发展出一种这个抗体 这个抗体呢 这个使感染者体内的新冠病毒可以失效 并阻断这个病毒感染人体 所以呢 就这种抗体呢 有望在这个新冠疫苗面试前呢 率先成为新冠肺炎治疗的这个手段 有可能改变这个游戏规则 因为这种这个 就是他这个研究带头人呢 就是说这个荷兰的研究带头人 这个Brandon Boss 他说那个这种能够综合病毒的抗体 以具有转变 具有转变以感染这个 以感染这个病患者体内的这个感染进程的潜力 支持这个清除病毒 并且呢 在未感染这个暴露 未感染者暴露在病毒时候呢 就保护这个未感染者 而且呢 这个就是荷兰研究的这个 这个病毒很有意思 他实际上呢 就是说这个病毒的这个抗体 是从这个非典 非典 就是2013年 非典型肺炎的这个多种抗体中发现的 就是说他这个抗体原来早就有了 只不过呢 就是说这个从那些 他们之前建了一个抗体库当中的发现了 这么一个比较有效的 荷兰的这项研究呢 是这个5月4号 在这个自然通讯 就是Nature Communication 杂志上发表的 因为Nature Communication 在这个科学方面的研究 是比较 就是很有这个专业性了 就是说我大致看了一下 这个文章中说呢 就是这个 他们在这个2002到2004年 这个非典爆发时候呢 就是发展出多种抗体 从这个这些抗体当中呢 选出一种呢 竟然对这个新冠病毒有效 对这种这个 通过使用这种非典的抗体呢 发现了他们就说 这种这个非典抗体呢 能够使人工培养细胞中的 新冠病毒感染失效 这是他这是在这个细胞级别 做的研究 还没有就是说 做这个人体这个安全性实验的方面的 但是呢 就是说这种抗体呢 因为能够综合 非典病毒和新冠病毒 两种冠状病毒的这个能力 表示呢 他也有潜力用于缓解 未来出现其他病毒 引发的这个疾病 那这个 有的一个可以阻断 包括我们没有感染的人的话 用了他的这个疫苗的话 都可以被阻隔 可以极大的有效 是这样的 就是说因为你现在就是说 如果能够 下一步如果就是 证明是第一安全性 就是打入这个身体之后 没有什么其他的副反应 然后呢 他就是能够达量的 就是说这个产生这种 这个抗体 大量的生产抗体 然后呢 就是说根据不同的人群的注射 这种抗体 就是说既有这个预防作用 也有这个治疗作用 对 这个就是说这个 对 我看看这个屏幕 我给你 就是说他这个 呃 单克隆抗体 单克隆抗体 对 单克隆抗体呢 就是说这个 我不知道就是说 大家对这个方面 有没有这个 一些这个 呃 印象 就是说 因为单克隆抗体 主要是简称单抗嘛 它是一 它是由这个 一种类型的免疫细胞 这个产生出的抗体 相对于这个 多注抗体 就是多克隆 抗体 就是多种细胞 你比如说我们 呃 如果就是说 有病人得病的话 然后呢 他就是说 呃 就被感染之后呢 他产生出很多 这个抗体 就是说产生 产生的抗体 是多克隆的 因为它是由多种的细胞 就生成的 是吧 但是呢 这个单克隆抗体呢 做成的抗体 是目前来讲呢 就治疗 就是说 能够治疗多种疾病的 有效方法 呃 这个就是呃 其分子就是设计呢 模仿这个身体免疫系统 自然产生的抗体 从而对这个 呃 甭管是癌细胞或者其他的这个 就是说 他的这个呃 把镖啊 病毒啊 都有这个呃 比较特殊的这个影响 嗯 这是目前来讲 这个 呃 目前来讲 所有出现的疫苗和这种药品当中 我们对我们来讲 既又可以防护 而且还具有治疗的 你已经换了的人也可以打 对吧 对 呃 但是目前来讲呢 就是说啊 我又看到了一则 另外一则消息呢 就是啊 另外一个研究成果 这个成果呢 就是说是这个 呃 Los Alamos 就是说Los Alamos 他有一个就是说 这个啊 国家级的这个 呃 研究室 呃 他就是发 他们就是这个文章呢 发表在一个啊 呃 就是这个杂志 就是说还没有经过 这个专业评委的 这个研究 就是经过专业评委评审 但是已经发表了 他这个就发现呢 就是说这个 冠状病毒 在目前美 从欧洲 从意大利到美国 流行的这冠状病毒呢 已经跟 这个武汉的这个病毒呢 就是说产生了这个变异 就是说他在这个 呃 病毒表面上的那个 就是spike protein 就是突刺 突刺这个protein 呃 但是呢 这个变异呢 就是说这个 他们经过了这个 就是说这个分子 模型的这个分析 发现呢 这个变异呢 有可能会影响 就是说会促进 这个病毒和这个细胞的 这个结合 就是传染性 有可能会更强 呃 这是一个 就是说相对来讲 有可能 就是因为我 我是对这个 突然就是看到了这个 美国主流媒体的 报道的一个 这个方面的消息 我立刻就查了一下 这个这篇这个文章 呃 但是呢 就是这个文章 就是说也有一定 这个局限性 呃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就是通过 这个呃 就是说数学模型分析 有可能这个变异呢 对这个呃 感染力有可能增强 但是是不是对于 这个致死率增强 不知道 而且呢 没有做过一些 其他的这些方面 临床啊 或者各方面 这个实验 所以呢 现在只是一个 理论方面的一个推论 对 但是呢 就是对于 呃 呃 你比如说 我们呃 现在呃 各个公司 呃 各个呃 制药机构 就是生产的这种 呃 疫苗来想 来说 有可能会 就是呃 有影响 为什么呢 就是说他们用的 这个病毒 呃 这个 原始的这个 就是说呃 呃 病毒的这个呃 做的这个疫苗 是是基于 就是说在武汉 呃 就是在中国传播的 那时候的那种 那个结构 病毒 按病毒结构去做的 所以有可能呢 就是说 现在的疫苗 有可能无效 或者就是说 效果不张 但是也有可能有效 所以的话 就是说 这个的呃 就是说 这引起就是呃 医学界的一些这个 需要进行讨论 并且进行 深入进一步 做这个研究吧 对 所以呢 就是说 我们既有 目前来讲 有这个呃 丹克隆抗体方面的 这个良好的这个进展 但是同时呢 也有这个呃 就是病毒变异的 这个目前方面的 也研究的一些突破 呃 而且呢 我也不知道 就是说 在荷兰 他们用的这个呃 丹克隆抗体的研究呢 是不是用同样的 就是说 在美国的这种病毒 或者呢 是在这个中国版的 这种病毒 呃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 嗯 那么这个是目前来讲 这个主要的这个 呃 一个就是呃 研究方面的一些新发现 然后呢 还有一方面的这个 呃 就是呃 我对 我后来还发现 这个一个新的 这个就是说 这个新发表的 也是在这个细胞代谢 细胞杂志发表 细胞杂志 它这个点数也很高 就是说有比较这个 这个有权威这个性 呃 它呢 是这个呃 由这个呃 武汉大学这个基础医学院 院长这个李鸿良 这个教授团队呢 通过对湖北省 19家医院 将近一万病例 一万确诊病例 进行了回顾性的 这个呃 研究 他们首次发现了这个呃 就是生命极限的这个呃 指针这个红线 就相当于呢 呃 这个红线是什么呢 就是说血糖为变化 呃 就是说范围在 3.9到这个10 呃 呃 mili more以内 就是在这个一个呃 就是适当的范围之内呢 能大大降低 新冠患 呃 新冠肺炎患者的这个死亡率 对 这个就是说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说因为中国的这个 这个二型糖尿病患者 就是将近占人口的 百分之十的左右 嗯 呃 在这个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 这个二型糖尿病患者的 这个患病率更高 有可能到这个 百分之三十 哦 他们这个研究呢 就是说通过的一个大数据 这个挖掘方法 是提炼出来的 呃 形成了这个适当的这个 这个诊疗 规范和指南 就是能够回答国际同行上的 这些疑虑 为抗击疫情的提供 确实有效的这个 呃 参考和这个帮助 呃 他这个研究团队呢 主要揭示了这个糖尿病 呃 这个核 核定这个 新冠这个肺炎患者的 这个诊疗规律 这个与非糖尿病患者相比呢 糖尿病患者需要这个 更猛烈的这个治疗 以控制这个 新冠肺炎的这个症状 呃 比如说这个他 他们抗这真菊药的 这个使用量呢 是非糖尿病的 这个两倍 免疫球蛋白的 这个使用量呢 高5%左右 然后呢 这个提呃 抗高血压药用量呢 需要一倍左右 因为这个糖 血糖高呢 高血糖呢 不利于控制这个病毒 呃 这个血症和炎症 会加重患者 各种疾病的 这个发病率和死亡率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说 这个发 他们发现在 在住院期间 血糖如果控制良好 在一定范围之内 与血糖控制 不良好的 这个个体相比呢 死亡率明显降低 他们这个结果呢 表明的这个 控制良好的 这个患者死亡率 仅仅仅为百分之一 而控制不良 呃 的患者死亡率 高达百分之十一 所以呢 这个呃 研究结果 说明的这个 呃 控制好血糖呢 是新冠 呃 肺炎患者治疗的 有效的 有可能是有效的 辅助手段 嗯 好的 嗯 我刚才听到您的 这个好消息以后 我自己都觉得 一下子安全了好多啊 那么对对对 安全了好多 因为一直没有一个 药品可以去做啊 那么川普总统说的 枪氯喹呢 是有很大问题的 那么还有这个消毒液啊 这些东西 枪氯喹的问题 有点复杂 因为呢 就是说你如果 呃 身体没有这个基础病 你用枪氯喹 可能有比较有效 但是你如果 进入重症的话呢 同时又有这个 基础病的话呢 这个枪氯喹 有可能有的时候 实习反多用的 而且呢 就是说这个枪氯喹的 这个你比如说 这个啊 有些患者 有些患者呢 如果就是说 他枪氯喹的这个 使用量比较高的话 还引起这个心脏 那个心血管 这个问题 呃 所以的话 就是说啊 他们呃 下周吧 有可能下周啊 呃 这个枪氯喹的这个 临床实验会出来一些 我们就是说 会得到一些 最新的消息 那个 到时候 我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解说一下 好吧 好我们看到有两位呢 在举手 有问题哦 我们一位呢 就是我们的寒冰医生 寒冰医生 马先生好 您好 听得到吗 我在开车 所以声音 可能有点不太好 啊 OK 主研究 OK 主研究 对 那个 我给你泼盆冷水啊 这个抗体治疗 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 美国也在搞 只是这一次 这两个国家 比较幸运的 发现了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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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 我前面以前 以前也提到过 这个概念 就是说 不同的 这个 这个 抗原 但是他们 之前会有交叉反应 那么这次呢 因为这个 新冠病毒和这个老的 SARS病毒 他们是同一个家族的 所以产生 这种交叉的反应 是不奇怪的 所以呢 这两个团队呢 在过去老的 这个抗体库里面 发现了这个 有效的抗体呢 不新鲜 但是呢 这个东西 只能拿来治疗 而不能拿来预防 刚才 所以那个概念 是不大不对的 它是预防 是不效的 只有当你感染到了 这个病毒以后 你打进去才有用 这个并不是疫苗 它没有预防的作用 它仅仅有治疗的作用 而且呢 这两个抗体 应该是都还没有 经过临床的验证 所以呢 这个效果来讲的话 不要冒太大的希望 因为这个抗体打入人体 它那个有效性 有的时候会大打折破 所以呢 对 因为他们就是 确实没有经过 这个临床性 就是说安全性和有效性 美国其实已经在大规模的搞这个东西了 现在好像 我记得好像已经进临床了 就是临床实验 那个因为上次白宫记者会的时候 福西博士专门就是讲了这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丹克隆抗体的研究进展 那上次讲过一件 差不多也是差不多这个程度 就是说应该是能发现的有效的 但是呢 他们还在筛选 就是说临床上能用的 所以呢 这个不是什么特别重大的一个发现 那么还有我问出 就是刚才您说的武汉的那篇文章 就是刚才您说的武汉的那篇文章 因为我做免疫的话 然后同时呢 我现在也在做这个肿瘤的糖代谢 所以我觉得这个系列问题比较感兴趣 好 谢谢您 好 不客气 不客气 好的 我们接下来 以防有余网友在举手 不过这个网友呢 可不可以改一下您的名字 我们不知道您是否是 您请 要改一个中文名字吗 一定要有一个中文名字的吗 这个我可以啊 我就以后就下回把它改成一个中文名字 好 您请 您请答 您有问题 韩平医生是在那一行 他讲得很好 前面一位年轻人 他的信息的话 好像收集了很多 但是他什么疫苗的 什么sequence 什么吃不准 实际上根据目前所有 就是说有三种type ABC 细分的话有18种 那么做疫苗也不可能 就是说非常局限性的 对不对 所以说我认为呢 他说这个困难这个语言呢 是不存在的 好吧 然后再说一个老生常态的说华为如何如何 那我也说一句老生常态话说到底就是一个成本cost cost 制造成本的问题 从 用德国的 他就是一个 失败和他的手机 他一个成本上面 他有优势 那就是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 然后国家的津贴 那么这一堂女儿的事情呢 也不要去扯来扯去扯 好像是什么 就是公事公办 安法理来办 好吧 我就说到这里 下回我除了那个 这个low iphone 我把它改 穿加弄一个那个名字 穿加你这个zong的话 就把写一个中文名字 好吧 写一个字就可以 谢谢 这位先生的话 我不太 我没有听得太懂 我对上海话有数 可能可是应该上海话 还是浙江话 有点听不懂 那么好的 那么我们的诸位教授 您还有补充的吗 对 就是说他这个 我就说一下这个抗体研究 实际上的就是说 是研究领域有些这个新的发现 并不是说这个就立刻能用到这个临床实验当中了 就是说这个 因为他现在就有很多这个抗体 还包括疫苗的这个研究在同时进行 所以呢 就是增大了这个以后呢 取得结果的这个可能性会增大一点 我觉得这是这方面就是要阐述 很清楚的 而另外呢 就是说最近呢 我又看了一些这个新冠的这个就是欧洲 欧洲 德国 还有包括其他瑞士和意大利呢 做了这个新冠死者的这个解剖 这个新冠死者的就是说这个病理方面的这个研究呢 也很重要 因为呢就是说这个这是一种新的疾病 所以呢尽可能做这个尸检呢 还是完全必要的 就是说他们这个现在这个尸检的这个目前在欧洲呢 最大的这个数据库呢 是应该在汉堡 就是汉堡的这个一个大学这个医学院这个法医研究所长呢 就是说他现在拥有了比较完整的这个数据库 就是他从这个3月22号到这个4月11号呢 就是他为他主刀被这个65名这个新冠肺炎死者做了解剖 从死者当中呢 他发现46个人里头有这个肺部病史 然后28个那个有这个其他的内脏器官和这个移植器官病史 10人罹患这个糖尿病或有这个肥旁症 10人有癌症 然后16人有这个老年痴呆症 而且呢 很多人呢 同时患有多种以上的这个疾病 就是说这个他们有可能有两种 有的人有癌症 有的人这个有肥胖症 比如说是这样 而且就是说他现在的这个这个教授的数据库呢 已经收到了这个涉及100多个这个尸检的这个数据 所有的这个正 就是说这个数据分析表明呢 没有一个死者仅仅是因为这个新冠病毒而死亡 这些死者呢都曾经有过这个心血管的问题 高血压这个或者动脉硬化 糖尿病癌症这个肾或者这个就是说肾衰竭 肾衰竭化等问题 所以呢就是说他这个研究结果告诉我们呢 就是说虽然那个我们不能对这个新冠病毒掉以轻心 但是呢就是眼下普遍存在着那种惊慌失措 或者就是说就是说这些举措呢 有可能是过分 但是呢就是说你比如说有些这个他他这个这个所长就提到呢 在安葬这个死者时呢 这个诸如亲属那些措施呢 就是说没有必要的 当然了就是说他们不可这个就是说最后离别的时候亲吻这个尸体 就是说但是可以完全这个目送这个现场 碰触之后洗手就行了 就是说这个这个是这个表明的这些基础病 对于这个心脏的心患的肺炎致死这个率呢 就是能够就是提高的很多 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基础病 或者基础病少的或轻微的话 那么你的抵抗能力就会相对非常的高 那么我们也看到有些非常年轻的人 也是中招之后呢 突然之间情况急转直下 就失去生命这种现象也比较多 那么也是让人觉得越越想越恐怖 但是呢就是说年轻人这个在这个 就是说这个死亡的占的比例呢 是非常低的 好像德国还有这个德国意大利 还有其他这个国家呢 就是百分之八九十以上 都是这种六七十到八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 嗯 嗯 好的嗯 非常感谢我们的朱卫教授 也感谢我们的嘉宾们的点评 谢谢朱卫教授今天带来的又一个新的一个希望 希望我们有多的好消息能够出现 因为呢他现在就是说纽约现在就是说要进行这个准备 开始就是复工了嘛 是吧 他已经就是说把这个复工的这个四个阶段 呃都给分分出来了 你比如说这个五月十五号之后呢 重启这个建筑业制造业啊和零售业 是吧部分零售业 然后第二阶段呢就是说这个要这个 呃如果如果第一阶段评估指标积极的 第二阶段将会开发这个更多的这种其他的行业 然后第三阶段呢又是餐厅酒吧酒店等 呃然后再加上第四阶段 第四阶段呢他把学校放在了这个学校开放的 呃电影院啊和旅游啊放在了这个第四阶段 呃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针对这个病毒传染的这个 就是说这个呃力度 还有包括我们对这个呃病毒和这个人体 这个患有疾病的人就是易感人群的这个 了解所以呢就是说他制定出这个东西呢 就是制定出这个规则呢很重要 就是说这些指标呃 我觉得他目前来讲给的大的指标呢还是比较合理的 就是第一呢就是他要看这个新增呃阳性病例的 这个呃 新增阳性病例的这个呃个数是不是有上升或者就下降 然后呢你如果死亡人数持续下降 然后包括这个检测能力呢就是说呃到达了一定程度 而且这个医院的这个应证能力呢就是说能够到达一定的百分数 然后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个跟这个接触者这个最终 最终检查是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在这个亚洲无论是中国也好台湾也好 还有这个呃南韩还有这个呃和新加坡 他们做这个这个最终最终的这个检查 就是能够把这个患病人就是感染率控制在一定程度 呃比如说这个台湾和这个包括这个南韩 他们现在根本就没有就是说大规模的就是说呃就是关闭啊呃 呃戒严是吧呃一直在开放一直在这个学校 包括学校包括其他工作场所根本就没有关闭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如果美国现在能够加强了这种大规模的 这个追踪检测的这个能力大大的提高啊 我觉得就是说还是有可能的 但是因为之前在这方面做的很很差 所以呢现在有几百就上百万的人被感染 而且还有潜在的这感染者 所以呢就是说这些这个是不是能够开 还要看这个指标到达了之后呢 是不是就是说你看一步一步开放的话 能够把这个呃 感染人数还有包括染病人数都降下来 这个对于这个恢复经济费是非常重要的 听不见了 哎马之先生 好的我现在打开了我每一次都是这样的 自己关掉自己就忘记了 刚才您说的恢复经济啊 川普总统这两天有很多的变化 一会儿呢是明天要解除这个小组啊 要学习近平啊解除小组 一会儿呢又今天有一套改口 不过呢我们一会儿呢 要给观众们细细的讲一下川普总统的证据 以及川普总统这两天不断的这种改口的这个情况 是什么样子的 谢谢我们的周围教授啊 由我们的韩奎女士给我们进入我们下一个话题 下一个话题是什么呢 每一篇文章啊 每一篇文章要 寻 400 谢谢大家